歡迎大家來聽聽我們實驗室的研究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的實驗室就專注在一件事情 我們在探討當我們的基因受到損傷的時候 細胞怎麼樣來修復它的作用的基爪 我們都知道即使你在這邊來觀看這部影片的時候 你的細胞裡面的DNA就受到各式各樣的損傷 可能是輻射線造成的損傷環境中的突變劑 或者是你坐在那邊你的細胞在複製的時候 DNA就會造成一些複製的錯誤的損傷 或者是一些產生能量的時候 ATB產生能量的時候自由基的產生造成攻擊DNA的損傷 各式各樣的損傷有各式各樣修復的系統 其中最重要最致命的這種損傷就是雙骨DNA的斷裂 所以我們就在研究這個雙骨的斷裂是怎麼樣被修復好的 因為如果它沒有被修復很好的話 就會有很多人類疾病的產生 癌症就是它最經典的例子 所以我們就專注在這個雙骨的DNA該怎麼樣被精確無誤的修復好 那細胞為了要修復這個雙骨斷裂的DNA很重要的一個修復的方式 就是利用同源重組的修復的方式 這是一個最精確最精準的一個修復的方式 簡單來講這整個的作用的基轉 它會從一個斷裂的雙骨的DNA透過好幾個步驟 最後可以把這個雙骨的DNA把它修復好跟完全原來一樣 不管它少了幾個都會補好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在這個過程中 它有好多個步驟會產生單骨的DNA 找到同源的雙骨DNA 然後進行DNA複製等等最後得到原來的DNA 那這個過程中有很多的蛋白也會參與在裡面 所以有很多的Protein DNA的一個動態的一個作用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實驗室就透過各式各樣的方法學來研究這個過程 所以如我所說我們專注在同源重組 怎麼樣進行這個雙骨DNA的修復 我們可以存化這些所有參與的這些蛋白 來研究它跟蛋白DNA彼此的相互的關係 我們也利用比如說最新的冷凍電競的技術 來探討這個Protein跟DNA的結構的關係 甚至利用單分子的實驗來研究它的動態的過程 那我們也把這些實驗的結果 會在細胞的實驗來做一個相互的驗證 所以透過生化結構細胞彼此的互相的驗證 我們就可以來回答我們的問題 細胞怎麼樣修復雙骨DNA的一個斷列 那你會問這個跟你有什麼關係 因為瞭解細胞怎麼修復的機制 跟精準醫學像癌症的預防和治療就非常有關係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這個知名女影星 安傑尼納球令 它做了一個預防性的手術 把它的乳房跟卵巢都拿掉 為什麼 因為它在做精英檢測的時候 發現有一個BrCA的精英的突變 那這個精英的突變有70%到80%的早發乳癌 跟卵巢癌的發生 那這個精英為什麼重要 因為它就是參與在精英修復蛋白最重要的一個精英 所以瞭解精英修復的這些蛋白 你就可以當做一個癌症預防的一個指標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瞭解這個通驗充球的精英修復 就是這麼重要 那透過這個實習的計畫 你可以學到透過一個研究課題 你可以學到一些核心的技巧 比如說你有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怎麼設計你的實驗 怎麼從實驗結果進行邏輯的分析跟推理 然後怎麼樣從這些結果 你能夠很好的有效的表達給你的同才知道 所以是一個很重要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學習這些核心的技巧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很多自己實驗室 或者是國外國內的合作 那這些合作都是跨領域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跨領域的學習 那當然我們也有很多去參加這些研討會 或者一些戶外這些實驗室的一些聚會 那以下呢有幾個網址 是有關於我們更細節的這些研究的介紹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再點閱去觀看 那如果對我們的研究有興趣 請務必可以用E-mail跟我聯絡 這是我的E-mail address來討論可能研究的題材 還有這個可能的研究方向 那再次謝謝大家欣賞我們的這部影片 謝謝 謝謝大家